今天要为大家准备一道非常好吃的家乡芹菜鱼片 我们一起来做做看吧 首先我会用多曼鱼来做鱼片 一种在东南亚市场很容易买到的淡水鱼 把鱼片清理干净之后 沿着骨头的部位小心地把鱼片切开 切开后一定得确定没有残留鱼骨 因为这种鱼的骨头非常坚固而且锋利 然后我们再把剩下的鱼骨切开 你看是不是很多锋利的鱼骨呢 来到切鱼片的部分 鱼肉先划上两刀再把皮切断 大概是三毫米的厚度 这种多曼鱼的肉汁非常扎实 很适合拿来做鱼片的料理 我们再继续把其他鱼片切好 尽量地把鱼片切成一致的厚度 那么煮熟后的嫩度也比较均匀一些 多慢四半水鱼 难免会有泥土味 我们需要为鱼肉去除泥土味 才会比较好吃 先把两杯水倒入碗中 再加一茶匙的盐巴 然后再来两茶匙的低瓜粉 低瓜粉除了能提升鱼肉的嫩滑感 还可以为它提供美白的作用 再来我们下大概一茶匙的白胡椒粉 还有一汤匙的花雕酒 或者是米酒也一样 这些都是去除腥味很好的食材 搅拌均匀之后 就可以把鱼片放入碗里 让鱼肉浸泡在水里 然后放进冰箱里 让它静置大概30分钟左右 来到香料的部分 我们准备了三根芹菜 一条红辣椒 五条青辣椒 一粒青棉或者是酸肝 蒜拌四颗 还有一颗清爽的油麦菜 我们来准备一下材料 把蒜拌切成碎碎的蒜泥 越碎越好 然后小心地把青辣椒切成一半 切好后 再把辣椒籽用刀尖轻轻地剥开 我不想辣椒籽影响这道菜的口感 然后再把辣椒切碎的蒜泥 然后再把辣椒切碎 一样是越碎越好 红辣椒也是一样切成一半 再把辣椒籽剥开 然后把它切成细湿 我们会用它做装饰 而芹菜的部分 我们只要把它切成细丁就可以了 这里就是我们准备好的香料 我的调味非常简单 只需要一颗清凝汁即可 鱼肉已经腌入味 不需要太复杂的调味 把洗干净后的油麦菜 圆着碗边 竹片竹片地摆成一个环状 30分钟后 把鱼肉从冰箱取出 沥干水分 就可以待用了 热锅后 把少许的油倒入锅内 然后再加入蒜米 然后再加入蒜米 把它煸出香味 再把全部芹菜丁下锅继续炒拌 等香气出来后 把220毫升的鸡汁倒入锅内 搅拌均匀后 再倒入一杯清水 综合鸡汁的味道 等汤汁都烧滚的时候 就可以把鱼片慢慢地下锅煮 轻轻地搅拌就好 太用力会容易弄碎鱼片 那就不美观了 稍微煮一下 就可以把全部辣椒碎放入锅内煮 然后再把清零汁全部倒入汤内 继续搅拌 就可以把汤和鱼肉起锅 然后放到碗里 再撒上红辣椒丝 这道可口的芹菜鱼片就做好了 很容易对吧 一起来尝一尝吧 谢谢收看我们的频道 记得分享订阅 记得按赞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